当年中国海军重金引进的航母杀手终于沦为了靶弹 我们听到消息却应该高兴 大家好 我是施涛 最近俄罗斯海军的20380型导弹护卫舰 进行了他们防空系统的一系列测试 特别是针对这个9M96型防空导弹 进行了实弹打靶的这么一个测试 而引发我们关注的正是它拦截的这个靶弹 而不是别的 是我们非常熟悉的3M80白灵型反舰导弹 那么这个反舰导弹正是当年中国海军重金引进的 四艘现代籍导弹驱逐舰上装备的主力反舰导弹 那么在1996年前后我们引进这四艘现代籍的时候 这个3M80白灵反舰导弹是被我们的媒体 寄予了高度的厚望 一度传出他们叫做航母杀手 甚至有说法是这四艘现代一出港 美国的航空母舰都要退避三射 当然了经过了这么多年 我们都知道这不过是当年在那种极端的力量对比的情况下 我们的媒体我们的人民的这种 一厢情愿的一种表现 实际上解放军对整个现代籍导弹驱逐舰上的 所有的武器电子动力等等的这些系统 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从事后的这个仿制研制的表现 我们就会发现 解放军仿制研制了这个现代籍上的 包括了超视距雷达 包括了防空警戒雷达 包括了防空导弹系统 包括了这个防空导弹制导雷达等等一系列在内的这个分组的系统 但唯独就是对这个媒体口中大吹特吹的这个白领反舰导弹 我们并没有进行仿制研制 那么这也说明了解放军实际上并不是太看好这一款 重量大体积大的这种反舰导弹的这个实战的能力 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 我们也能看出解放军对这个白领的态度 那就是在这个现代籍导弹驱逐舰的改装的过程中 我们看到这个能换的都换了 就包括这个白领导弹也都换掉了 最终换成了咱们自己的这个英机12反舰导弹 那么这也说明我们目前拥有的这个反舰导弹的实力 是绝对的碾压过的这个白领的性能 那么实际上俄罗斯这种拿这个反舰导弹当靶弹的那也不是第一次的 那之前俄罗斯也用过其他的一些老式反舰导弹来进行这个靶弹的这个拦截实验 不过这一次是第一次俄罗斯用这个白领的超音速反舰导弹来进行这个防空导弹拦截 那么这本身也说明俄罗斯海军在现在这个超音速反舰导弹遍布世界的这个情况下 也加强了对自己主力舰艇的这个防空系统的这个要求 那么特别是在去年莫斯科号被这个击沉之后 俄罗斯更是痛定思痛要改进自己的这个防空系统 那么这一次试射的这个9M96实际上就是S400防空导弹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那么这一次试射成功也说明了9M96已经可以投入实战的这个部署中 那么像这种用超音速反舰导弹来当靶弹 不只是俄罗斯海军自己 包括美国当年都借着这个苏联解体的机会 从俄罗斯搞了一批这个KH-31反舰导弹来改装成美军的这个靶弹 那么也是要进行它的进程的这个防空系统的实验 就包括了密集阵包括了拉姆等等 都用了哈三腰来作为靶弹进行研究 那么也正是美军拦截了哈三腰之后呢 认为这两款这个进防系统的是可以这个放心的使用的 所以呢才进行全面的铺开 而现在呢这个白领反舰导弹也成为了靶弹 那么这一方面说明了超音速反舰导弹与防空导弹的 这个相互的这个防守与进攻之争啊 又螺旋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 二方面也说明了俄罗斯海军的现在的这个主力海军的这个 超音速反舰导弹的性能呢 也是啊远远高于了白领 因此啊 我们要说看到这一款这个曾经的航母杀手啊成为了靶弹啊 那么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呢 目前的反舰导弹势力绝对是独步全球的 那么这也是我们啊保佳卫国的这个底气之所在 大家对这期话题有什么办法 欢迎在屏幕去我交流 也感谢您的关注点赞转发支持 下期再见